宋爷爷被问到会陪着福宝回到中国吗 他是这样回答的 其实宋爷爷的内心是非常想去的 只不过权衡之下 江爷爷是最好的人选 自己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个结果 他也首次在采访中正面回答了福宝 从高空摔下来的那次经历 他表示这也是他自己久久不能释怀的事情 对自己非常的自责 他说对不起爱宝的嘱托 因为爱宝放心地把女儿交给自己 而自己却没有守护好福宝 导致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这对宋爷爷敏感的内心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好多次从深夜的梦中惊醒过来 梦中的内容就是反复重复这个场景 为什么他会这么敏感呢 因为在此之前宋爷爷是人缘宝宝的饲养员 他全程参与人工喂养这个过程 可是不幸的是那个人缘宝宝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对宋爷爷的打击着势很大 所以后来被分配到了熊猫世界以后 恰逢福宝出生 因为有过之前伤痛的经历 所以变得束手束脚 在照顾小福宝上面是格外的小心 每天谨小慎微的保持内心的距离 所以在这么高度精神紧张的情况下 还是出现了这个事情 宋爷爷内心世界再一次崩溃 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但事实上在福宝爬上去时 他就预感到会有摔下来的威胁 并且提前把竹子铺在了树的下面 也随时做好了接住福宝的准备 只不过福宝那时的体重确实很难接住 他已经尽最大努力去用双手帮福宝缓冲了一下 最后落到地面把伤害降到了最低 我们国内的专家也说了 这个高度摔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宋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于这件事他一直有深深的负罪感 自从福宝下岗以后 宋爷爷就完美地接替了他的位置 从饲养员摇身一变成为了每天展出的演员 同时也是爱宝的首席乐色 替爱宝分担了陪孩子玩的重担 多重身份让老宋飘飘欲仙 在镜头的咔咔声中逐渐地迷失了自我 完美地融入其中 最近在各位战姐的镜头下 老宋的身影明显多了不少 你看他抱着辉宝在那场走来走去的样子 成何体统呀 他似乎非常享受这种双倍快乐的感觉 整天上班无所事事 不是看孩子就是看孩子 人家辉宝和瑞宝也有点受不了了 相互窜通好先不要搭理 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四角兽 可怜的老宋气的拍桌子 想让他们陪自己玩 结果他一看谁也不搭理自己 他就不讲一点规矩上去 就把瑞宝抱了起来 围着那场转圈圈 还跟场外的观众各种显摆 生怕别人不知道瑞宝是他的大森林 兜里的手机就是他每天最重要的物品 哪怕他把自己丢了他都不会让手机丢了呢 走到哪拍到哪 因为这个福宝没少跟老宋吵架 就因为老宋天天对着福宝的脸拍 让福宝很没有面子 真是拍照技术不管是多菜 也抵挡不住老宋爱玩的信仰 你们在看着给瑞宝上班的时候困难 他只想安安稳稳地睡一觉 老宋撸猫的影又上来了 抱着瑞宝又亲又抱了 瑞宝这么困 可能又是老宋趁着昨晚没人把他偷出来撸了 就像当初他蛋液偷福宝一样 宋三岁啊宋三岁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呢